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架叙利亚无人机 据悉当时这架无人机并没有进入以色列上空 其正在距离蓄以边境十几公里处的叙利亚上空 执行侦查和监视叛军的任务 而以色列在没有进行任何识别的情况下 便发射防空导弹跃进 将该架叙利亚无人机击落 有消息称此次被以色列击落的无人机 并不是叙利亚军队的无人机 而是驻蓄俄军的前哨无人侦查机 这也是俄罗斯军事进入叙利亚战事以来 以色列首次击落的俄罗斯军用飞机 虽然以色列击落的只是一架无人机 但性质也非常的严重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 以色列闯了大祸 毕竟该架无人机 并没有进入以色列领空 也没有对以色列构成任何威胁 而以色列却果断开火将其击落 显然俄罗斯也不可能不了了之 据悉在击落俄罗斯前哨无人机后 以色列紧急与俄罗斯进行了交涉 以便将击落无人机事情的影响降至最低 实际上此次以色列之所以果断击落这架靠近蓄已边境地区的俄罗斯无人机 更多的是没有进行识别 自以为是叙利亚的无人机 本月11日曾有一架叙利亚无人机 越境进入了以色列境内10公里 而以色列之所以没有果断击落 更多的是在确认是不是俄罗斯无人机 后来在得到了确认后才开火击落 实际上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 以色列战机曾多次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 包括伊朗 去军和真主党等军事目标 但其无一例外的都避开了俄罗斯住续基地 甚至在空袭叙利亚之前 为了避免伤及俄罗斯军人 以色列也都通过热线提前通知俄罗斯 显然以色列也不希望在叙利亚与俄罗斯发生冲突 而此次无人机被以色列击落 虽然俄罗斯不会采取报复性行动 但也不大可能会吃哑巴亏 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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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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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